好 底下呢 我们要去搭建一下我们的开发环境 怎么搭建 还是这个黑黑的框 在这个地方 首先呢 在这呢 我们要安装这上面这两个东西 C NPM Install 亚和React NATIV NATIV C Y 别忘了钢G 没错吧 好 好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打react NATIV NATIV 我们打009 就是我用009号文件夹 他说我这名字 好像有问题 那么我们必须以数字开头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要求 内幕 看吧 这是一个正责表达式 然后这个 不能以 反正就是 就是只能以$或者A到Z开头 然后呢 后面可以付以数字A到Z 然后下滑线$ 行吧 那我们给一个叫R吧 2009吧 有点慢哈 稍微等一下 做着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去 去下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做NATIV开发了 然后呢 他需要未来跑在安卓或者iOS上 iOS就算了 那我们安卓呢 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在安卓上做 那么安卓上做的话呢 这是我们要下载一个安卓平均一般人都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他叫什么呢 叫安卓的安卓studio 这个是所有安卓开发都会使用的一个IDE 并且他在里边可以去配置一个虚拟机 你看啊 他在这反复的提示这样了 停 停 这是迪拜了吗 在这 这有一个下载什么什么什么 但其实呢 我就不容给大家下载了 因为前两天 其实我已经在这下载完了 就是这个安卓studio的IDE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版本 64位的 181 是吧 差不多了 是这个 然后在这呢 我开始安装它 嘿 他的安装 安装界面 跑到这边来了 让我很郁闷 next 这里面呢 有一个安卓 virtual device 这个是虚拟设备 这个一定要装 然后呢 因为这个就装c盘上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然后安吧 这都要等一会儿 好 那么现在这个这边的这个初始化 这个东西已经完了 然后我们cdr009 然后react native start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 它其实来讲 这个是要往手机上去传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暂时呢 先 先把它断掉 然后一会儿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传到手机的安卓的一个 因为虚拟机还容易点啊 如果你们要 往真实手机上做 不一定 你们一是有些同学不使安卓手机 其实使安卓手机的话 你那安卓手机也要打开 开发者模式 大概一大一大堆的这个东西 而且不同的手机 这个方法还不一样 所以会无花八门 所以我就不在真机上做 而且在真机上做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弄出来以后 没法给你们看 上次录小程序的课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在真机上试 试完了以后 只能对着摄像头 这个有点烦 好 我们来看 它现在在这 好 现在安卓司机都在启动 我们不管它 close 安卓司机都已经启动完成 启动完成以后 其实现在我们不用新建项目 我们其实来讲 就是想把它这个 呃 那个什么起起来就好了 就是把它的虚拟机起起来就好了 啊 看一下啊 然后底下呢 这对这个有一点啊 这个先说一点啊 呃 因为这个系统配了这些东西 所以就没这问题了啊 啊 这种名字 我创建了名字 不是myapp吗 就是首先第一个 先把这个一个demo能够跑起来 首先呢 创建一个项目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不中间不能有中文名字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创建叫r009 呃 算了 我把这个改了吧 要不回头有同学可能会误解 这个 好 然后呢 底下呢 这是我们系统要确定你是否装了jdk 呃 你如果想确定是否装了jdk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讲就你看一下渣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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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 这里面没有渣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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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 别着急没关系 我们就下这个1.8版本 其实就可以了 这有一个下一步 我们就点击下一步 然后我们看看后面要干嘛 别到这死盯着他 我们就在这 就是首先呢 我们要试图去安装JDK 装装JDK以后呢 我们需要配置Java Home Java Home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JDK 安装的那个点 然后classpass classpass呢 要把这两个东西引进来 然后在pass里面 增加对于Java Home Java Home支持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东西有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需要再去配置 安卓Studio里面配置安卓Home 这两个东西都有了以后 那么我们底下呢 试着 然后有一个东西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下来的image啊 是需要起一个虚拟机的 所以现在的机器 都支持一种东西 叫Vortalization 一般在 有的主板在Security 有的在System底下 有的叫VTC 比如说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昨天的时候 我还真看了一眼 然后它的虚拟缺少是打开的 不同的机器 不同的主板 它看到的这个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需要进到你 首先进到你Bios的主板里面 主板设置 然后你去check一下 你的这个Vortalization 是不是打开了 你看它这里面就 就这个要进入这个Security Security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Vortalization 看见吗 这一行 它不是这个量的 这行 是这一行 那么这行应该是进去以后 应该是Enable 那Enable以后 也就是说CPU在打开了Vortalization以后 在跑虚拟机的时候 速度会快很多 X86的也是 X86的也是 X64的也可以 X86的都可以 OK 那么在这整个做完了以后的话 那么底下 我们才能把整个Android Studio 和相应的虚拟机跑起来 跑起来以后 然后我们底下通过React Native 把已经build完的.apk 然后推到相应的虚拟机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调试React Native的代码 这是大概的一个步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进度 确定 不理他 下一步 这才开始安装 好 你装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理论上应该看到 Jar Warren Jar Warren还不是 因为还没配 刚才的这个位置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呢 叫配这么几个东西 你看他这个 这个肯定是没有 首先 这是新建 Java Home 我看一下 这边考错了 Jar Warren 装在哪里了 JDK装在哪里了 不应该在这个底下 Java 这个 这个 一个JDK 一个JRE JDK就应该是 不对 看一下 Java Home 配置出来 应该是 应该是没在bin那一层 我没记错的话 Leap 对 这个才是那什么 然后 Path的话 Path不是Leap Path应该是bin 不是 上一层 在这 这个是Home Ctrl-C Ctrl-V 确定 然后呢 加一个ClassPass C-L-A-S-S-P-A-T-H 然后是 百分号 Java Home 百分号 杠 不是 应该是品 不是哪 这个是 品Leap 和LeapTools 在这 Leap 然后分号 然后是 百分号 Home Java 百分号 Leap -Tools -JR 好 然后底下 Path Path直接编辑 因为它已经有了 我们看到它上面 已经 有很多了 那么我们在这 再加一个 新增 百分号 Java Home 那 等会儿啊 应该是这个 都是反显杠 应该是bin 好 把这个东西 弄完 那刚才呢 把这个关掉 因为你设置完了以后呢 它要重新 它 你要重新开一遍 它才会有 所以把这个 重新开一遍 然后 代码在哪里 CopyPass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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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Copy 先看一下 它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有 还不是 这个 为什么 好的 说一下啊 首先还是按照 刚才我们所叙述的 大家应该去装这个GTK 这GTK 装完了以后 一般来讲 在我们安装完了以后 是这个位置 你们到安装在C盘底下 如果你们安装到其他地方 就那调成其他的地方 这个OK 然后的话呢 刚才我们就设定了变量 这里有一个 我第一次 我不知道是Win10是这样 还是 我的Win7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 我起了一个 这个 就正常你现在这儿 环境变量嘛 你在这里边 然后去编辑它 Java Home 我们也编辑完了 Class Pass 我们也编辑完了 然后编辑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起了这个命令行 你看 你可以现在看到 就是如果你 这个Java Home 已经有的情况下 你打Set的 这个编量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这个有 但是这儿 它就显示没定义 这个是管理员 就是普通 我什么 就直接打CMD 回车就掉出来的 这个呢 是反而是一管理员 全线运行的 一管理员全线运行的 它反而找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去 Sight Pass的时候 它也没有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地方 Sight Pass的时候 底下是有 Sight Pass在哪 User 等会儿 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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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C Program Files Java GDK 1.9bin 它这个是有这个东西的 而在这个地方找不到 所以来讲 你在这儿 你看你 你where一下 Java 你是能找到 它告诉你是 在这个bin底下 你在这儿 因为它都找都找不着 所以你where Java 它就找不到 所以你在这儿 打Java 杠Ware 然后你想知道 它就告诉你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我只能顺着先往这个 往前这么走了 这个环境 有的时候你很难说 它是这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个系统 至少是Java是OK的 就是如果你判定 你的Java装好了 并且你的东西 刚才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 你已经把这个东西填到这里面去了 填完了以后呢 那你打回车 它能够告诉你 它的本本号 1.8.0 -191 那也就是这个东西是OK的 0.3 0.3 7 0.4